台北市上午今天发生一起停车塔惊魂季 有一辆宾式轿车刚刚停进车塔的时候 连人带车居然从地下一楼摔到B2 还好驾驶腰部只是疼痛没有生命的危险 但管委会立刻请来机械工程人员简讯 初步认定是机械部长 停车塔电视器拍下 一辆黑色宾式轿车才刚开进停车塔 下一秒钟连人带车整个从地下一楼摔落地下二楼 巨大声响吓坏的管理员 就是那个升降机出问题 然后还有那个汽车漏油 现在整个地下室都是那个汽油味 宾式轿车外观看来是没有受损 不过40多岁的驾驶因为突如其来的坠落 导致腰部疼痛一度无法说话 还好管理员发现报警 救人员将他送往三种医院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由于明水路这栋大楼 楼下就是知名的日本料理店 平常就开放外客停放 还好今天只是从地下一楼坠落一层楼 官委会也立即请来电梯机械工程人员到场处理 目前初步研判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大 才会车子一开进停车塔 车板突然掉落 至于后续赔偿 车主表示等伤势好一点 再和官委会协调 记者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